今天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湖南的城沙 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位做整形的医生 他对我说起医院里面一位在安宁病房工作的护士的事情 因为这位护士却参加了一个网红的直播节目 只不过直播结束后 这个网红变成了过街老鼠 从此就在网路上销声匿迹了 这个故事一直到今天我想起来的时候 都还是很感慨 总是能感受到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怖 我啊曾经是个自媒体的网红 随便一个直播都至少有几十万人 在线上忠实观看我的节目 不过我也不是第一天做自媒体就这么红的啦 我也度过一段乏人问津 门客穴锣的悲惨日子 但是啊幸运之神终究还是眷顾了我 哦我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 当时我正在一个公车站等公车 不久之后有几个看起来像是义工妈妈的女人走过来 没错 他们的背心上写着 舅舅癌症病童 这时候我的职业立刻就提醒我 你要赶快拿出手机来录影 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会说出一些啊 赚人热泪的故事 做出一些令人动容的行为 没想到哇塞 他们第一个就长上了我耶 那些妈妈的嘴里啊 不断的重复 舅舅那些得了癌症的孩子吧 您的捐款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啊 正在录影的我 总不能一毛不拔吧 只好心不堪情不愿的 拿出一百块 塞进他们 早就已经推到我面前的那个捐款箱里面 他们看起来啊 这对我的行为是蛮满意的 又开始去找了其他等车的乘客 大家也是五块钱十块钱的往捐款箱里放 直到他们转向一位坐在角落的年轻女性的时候 事情的节奏才开始有了变化 那位女士啊对义工妈妈的反应很冷淡 她别过头去看起来根本不想理会他们 但是义工妈妈们啊 弃而不舍的对她重复了那句口号 一边说还一边把捐款箱直接塞到那个女士面前 结果那个女的丝毫不为所动 这时候另外几个大妈也都围了上去 又说拜托的又说谢谢的 还有那个直接感谢上帝说感恩了 最后那位女士似乎生气了 她伸手把捐款箱从自己面前推开 面对那些大妈说 没钱就不要生病 生病了也不要出来要钱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可怜他们的 她这一说 德鱼得罪了刚才所有拿钱出来的乘客了 很快等车的人里面就有人忍不忍说 嘿小姐你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没有人会可怜他们 那我们算什么不是人了嘛 眼看冲突就要升级 这时候我可开心啦 手机对着那位女士 就等她再做出一些惊人之举 果然不出所料 她站起身来快步离开了空车站 最厉害自言自语的说 别跟我要要钱 别跟我要钱我没有钱 就算有也不会拿出来帮助死人 这下子她是真的犯了众怒了 大家都对着她的背影 直直点点的说 这个女的真不是个东西 长得漂漂亮亮的 说出来的话却比禽兽还不如 连那些义工妈妈都一脸错愕的不断摇头 只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血的人 听没听过这么冷血的话 不过公车站里的人 嘿嘿再说什么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我已经拿到了我梦寐以求的材料 今天我可以好好的借题发挥 做一集正义凛然的时事评论 运气好 就从此建立我网红主播的身份啦 我立刻决定不出门啦 转身离开公车站的我回到家里 把手机里的影片做了剪接后立刻上传 经过剪接后的影片很精简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女人对手上背心上写着救救癌症病童的义工大妈们 大声的呵斥说 没钱就不要生病 生病了也不要出来要钱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可怜他们的 紧张的就是 别跟我要钱我没钱 就算有也不会拿出来帮助死人 如此不断的重复 配上一些爱症末期病童 骨瘦如柴的画面 最后再加上一点点鬼畜的元素 一段百看不厌又极度洗脑的短影片 就制作完成了 我把影片的链接经由各种社交平台放到网上 你一定跟刚当时的我一样无法相信 还不到一个小时啊 我的影片就成为了当天最火爆的新闻事件 网路上对那个女人一面倒的骂声一片 还有人留言要我公布更多的细节 更有人已经开始对那个女人进行人肉搜索了 总之我从此爆红了 各式各样的媒体都在采访我 甚至还请我到电视台 去参加各种讨论社会道德的节目 而我自己的直播节目啊 哇更是宏极一时 但是你一定想不到吧 除了原始的影片拍摄跟剪接之外 其他我什么都没有做啊 我只需要不断的还原当时的情况就够了 强调那个女的态度有多么恶劣就够了 而且我也发现其实大众啊 根本不想听细节 他们只想要确定这个世界上 有人比自己更可恶 品格更低下 嘿就满意了 说穿了就是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我也乐的吃这口软饭 总不能要我对大家说 我只是对事实加油添醋而已 大家不要再来看我直播了 不过很快的 一个困难的挑战就找上了我 原来是那个公车站的女的啊 找到了我 她可能是因为被肉搜之后身份被公租一室 后来良心发现自己的行为太恶劣了 因此她发了一段等于是道歉的影片给我 希望能够透过我对社会表达她的歉意 说实在话啊 我看了那段影片 她的道歉很真诚也很感人 嘿但是我最后决定不要理会她 因为那时候她的新闻被炒得正热 我也刚尝到当红主播的滋味 她的道歉啊 等于把整个事件又一盆冷水全部都浇洗了 那我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机会爆红啊 因此我当初没看到她的道歉影片 反正她都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她敢讲那样的话 就不要怪我对她落井下石啦 否则默默无闻 恐怕就是我未来的噩梦啊 就这样 我成为了我梦寐以求的网红 而那个公车站女子的事情 也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 就在我为了寻找新的题材 来延续我的网络热度的时候 我注意到当时有许多关于医院急诊室的电视影集都非常受欢迎 于是我在节目中向社会大众啊 公开征求相关的主题 嘿 结果还真的有一位医院的护士找上了我 他是一位在安宁病房 照顾各种癌症末期病人的护理师 他的一位病人啊 最近刚刚病故 那位病人把自己的手机留给了这个护士 里面有他死前大约33天的死亡笔记 详续叙述了他走向死亡的最后一段路 这个护士愿意加入我的网络直播 直接在社会大众面前 公开那位癌症末期病人的心路历程 火一停就兴奋了起来 直接告诉我这里面啊 一定充满了将死之人的抱怨 忏悔不舍跟无奈 总之就是各种复杂情绪的综合体 人啊都喜欢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惨剧或是倒霉事 这不刚好就是让我持续爆红的最佳主题吗 我立刻就同意了这位护士的提议 同时以最快速度邀请他来参加我的网络直播 节目的名称就叫做 死前33天挨末病人的死亡笔记 果然啊这个节目预告才刚推出来 就立刻得到大量转发与订阅 看来我的网红生涯又可以达到新的一个高度啦 很快的我们都等到了那一天 那位安宁病房的护士是个年轻的小姑娘 她还依照死者的遗愿啊 以倒序的方式来叙述整个死亡笔记 只不过那时候的我啊 还不知道这场直播即将把我的网红生命 也带进死亡的深渊 大家好 下面我要为大家朗读的是 病人最后一天写下的内容 我可以感受到 我的生命即将走到了尽头了 负责照顾我的护士小妹妹 不但细心而且还很体贴 她给我准备了足够的马飞 来抑制我已经无药可救的疼痛 但是我决定 不要去碰那个自动注射的按钮 我宁愿忍受疼痛 也要清醒的走完自己的人生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都还没有喝到孟活汤 就已经神志不清了 那该有多么的讽刺 多么的可笑 而且更多的可能是可悲 总之我可不像走的那么不清不楚的 想到这里我突然发现 应该把手机交给那位护士妹妹 请她帮我保留过去33天 我所写下的笔记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会有人想起我 于是我趁自己还算清醒 她有力气说话的时候 找来了那个小护士 我对她说我等一下就会把手机交给她保管 密码已经解除了 如果将来有人想起了我 或是我的故事有人更兴趣的时候 她都可以把我的笔记公开 但是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必须用倒序的方式来陈述这33天 因为我只有第一天还能见人 那天的笔记是我初进的录影自拍 之后我就变丑了 最后甚至还贴了光头 笔记也都变成了文字输入 所以如果用倒序的方式来看我的笔记 最后大家见到的将会是我风华正茂的模样 光是想想都很开心 好了就说到这吧 我要去跟死神做最后的挣扎了 我的人生现在是用秒计算的 如果人生是一场比赛 那我就要穿过终点线了 大家等着为我喝彩吧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念的 是病人离去前三天的笔记内容 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美丽日子 牧师小妹妹把我抱上轮椅 推着我到楼下的花园里晒太阳 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恩怨怨 已经开始远离我了 剩下的只有鸟语花香的天淡安详 我当然知道 这是因为这个世界上 已经不在乎我这个 即将成为死人的废物了 想想 还真的是很讽刺 人活着的时候是为了得到名利 做法竟然是把别人送到一个 可以单独享受鸟语花香的地方 而把自己留在了充满谎言 斗争与仇恨的人群中心 想到这里我甚至开始感谢那些 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我知道 他们都想把我当作金字塔的台阶 只想踩着我的尸体往上爬 好吧 后来我也算是天圣我才有用了 只不过 人来的历史就是不断用尸体堆积一个永远没有顶端的金字塔 一个人最后处在什么位置重要吗 我突然有一个疯狂的想法 被派去修筑万里长城的老百姓 最后死在长城底下连尸骨都找不到 这根秦始皇死了之后 埋在哪里都不敢让人知道有什么差别吗 想到这里 我又笑了 不过我也累了 不闭上一眼睛 好想就此沉睡在这个散满晚霞的花园里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念的是 病人离去前十天所写下的笔记 我决定不要再解释了 我相信这个世界更想听到的是我的死讯 而不是事情的真相 反正 医师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我今天必须开始住院 我知道这代表 我的人生即将走到终点了 其实我全身剧烈的疼痛 早已经让我忘记 外界对我的攻击带来的伤害 我是小妹妹很体贴的教我 如何使用马飞来举痛 她大概是我过去半个月 见到唯一还未对我微笑的人 我相信这是她的职业习惯 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她跟我 大概不会有其他人比我们更了解 什么叫做绝望 而我的情况比小护士还要更惨 因为她遇到的绝望都在病房里 而我遇到的绝望不止来自于病痛 更多的是来自于人性 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确定 到底是病痛逼得我不得不去住院 还是这个世界让我宁愿躲到医院里面去享受病痛 不论如何 我把手机的网络功能关掉了 等于就在我的死前就预先跟这个世界做了告别 而且就在我关掉网络功能的那一刻 我感到了自由与解脱 再来是病人离去前20天所写下的笔记 看来我连解释的权利都没有 大家都说我没有同理心 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判断一个陌生人没有同理心的 不过我也不想知道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只是想尽快的 恢复原本平静的生活 走到哪里都被别人指指点点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 难道大家都希望我因此走上绝路吗 但是我不懂的是 大家既然都能够猜得出来我是个没有同理心的人 那他们怎么会不知道 我正在绝路上奔向终点呢 算了 为了还能够平静的走完我最后的日子 为了我的人生稍一点骂名 我决定对他们道歉 事实的真相我就不提了 我就纯粹的道歉 就说我因为自己的自私与无知造成对他人的伤害 我愿意对他们说真的对不起 我愿意承受一切的指责 都是希望人间的冷漠 到此为止 我平静的录下我诚心道歉的自拍影片 我看起来很憔悴 但那可不是装打 我身上的疼痛 由不得我再去录一次 于是我把它上传之后 就寄了出去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再看到我的道歉 与我丑八怪的模样之后 便宜放过我 不过就算不放过我也没有关系 就算我就有自取吧 这一次 我只希望在人姓李 还能见到李斯斯北 最后是病人离去前33天 所写下的笔记 其实这不是个笔记 而是病人生前的录影 接下来我就不为大家朗诵了 请大家直接看影片吧 我是丽萍 我今天知道了一个消息 于是我决定录这个影片 来跟大家告别 愿大家岁月静好 平安喜乐 早上我去了医院 其实这已经是我过去几个月 频繁进出医院的 不知道第几次了 相信你们都一定猜到了 没错 我病了 很严重 某种癌症的末期 早上医生跟我做了最后的确认 也等于对我宣判了死刑 预计 大约还有一个月吧 不过 我并不难过 因为我早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只是感到一片茫然 突然不知道下一步 该去做些什么 似乎一切事情都应该在死前做好交代 但是又觉得 人都要死了 还急什么 不要说别人 我连自己都已经开始不在乎自己了 但是我还是有放心不下的人 我的父母亲就要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了 我难道就这么撒手不管了吗 我决定硬着头皮 到公司跟老板谈谈 我从毕业就在这里工作 很快就要有八年了 我的年资应该可以拿到一笔退休金了 再加上公司配给我的股票 我好歹可以拿点钱回家给父母亲养老 起码也是我最后的一点心意 老板接见了我 他看起来很和蔼 知道我生病了之后表现得很难过 说了许多感人的话安慰我 但是谈到退休金跟股票之后 他看起来更难过了 简单说就是 公司这几年也很困难 实事上并没有给员工准备退休金 而股票更是罚人问津 原本的股东想要退出拿钱走的一大堆 谁还会想要我手上的股票 说到这里我有点不懂了 于是我追问老板 退休金不是应该每个月都有按照某种比例提补的吗 公司没有给员工准备 是什么意思 长话短说吧 总之老板最后恼羞成怒了 他找秘书来把我给赶了出去 看我态度坚决 老板最后甚至直截了当的对我说 没钱就不要生病 生了病也不要出来要钱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可怜你的 老板这个话把我给惹火了 我难以置信的对他说 坏你工作八年的 员工准备要死了 你竟然说得出这个话 没想到老板挥了挥手对我说 别跟我要钱 我没有 就算有 也不会拿出来帮助死人 这句话算是把我点醒了 原来从我被医生生判死刑的那一刻开始 这个世界就已经放弃了我 我离开公司 走到公车站 准备搭车回家 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感觉回到家里去等死 才是我最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车站里来了几个大妈 他们拿着一个捐款箱 送到我的面前对我说 大美女 请你救救那些得了癌症的孩子吧 您的捐款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谢谢你啦 接下来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了 我把我自己刚才遇到的残酷的现实告诉了他们 没钱 就不要生病 生了病也不要出来 要钱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可怜他们的 不过现场其他的乘客 显然是无法接受现实的 他们纷纷开始指责我 好像我刚才说的 都不应该是人会说出来的话一样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 那个话还真的就是一个 道貌岸然的大老板 刚刚才对我说过的 不过我也懒得跟他们解释了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没想到那几个大妈还是切不舍的缠着我 这次我是真的生气了 我心想你们怎么就这么天真 好吧 我直接告诉你们事实的真相吧 于是我对他们说 别跟我用钱 我没钱 就是有 也不会拿出来帮助死人 这个话说完 那几个大妈终于不再跟着我了 当然我也感受到了公车站里 众人对我放出的亚裔与唾弃 不过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只想让他们尽快地了解事实的真相 这个世界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充满了爱 好了 不说了 这就是我今天遇到的一连串的倒霉事 接下来我只想好好地过完我的每一天 事实上是每一秒 而这每一秒 我都会用来解开伪善的面具 我要让他们知道 莫愁地狱无知己 黄泉无人 不是君